花莲新议会民政小组的了解 售丰厢封里村客家廊道的执行进度特别邀急了 客家事务处进行工程进度说明 并且预计将在今年度争取客委会补助第四期客家廊道的相关预算 花莲新议会民政小组进行相关业务的下乡考察 特别来到售丰厢的封里村 客家事务处长彭伟族说明了客家廊道一到三期 从104年争取预算到108年 目前的工程执行进度 并且将在年底争取第四期相关预算的编列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客家廊道 我们已经建立在张乡长任内 已经施工完成有两期 那经费的争取目前呢 争取到了现在在执行第三期 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做简单的简报 就是这第三期施工的内容 那我们当然呢就是说 还有其他有需要再增见或是说改善的部分 我们今天也有顾问公司 就是我们的那个高教授 那我们先今年也有委托他来做各乡政的基础调查 所以说我们还有机会争取 那去年呢我们又先那个 护分级地方委员呢有争取到四个案件 就是那个这个康英公没充给肉 那没充给肉呢 很可惜收封箱去年没有争取到 那如果说以后还有机会 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地方也来争取 没充给肉 那去年争取的四个地方 那去年争取的四个地方是花莲市 吉安 了解客家事务处的简报 我们丰田三孙 客家人比较多 那我们从这个丰田火车站 中山路一直到台十一柄 台十一柄那个交叉路口 所以条路有两公里 两公里 那我在任内 乡长任内 我总是希望说客家 客家庄 我们家有客家的这个容貌 所以在104年度 在我任内也积极在 在做计划争取经费 所以也谢谢在104年度 以及106年度 陆陆续续争取了一千多万 进行第一期以及第二期的 这个客家廊道的经费 在我乡长快要卸任的时候 就是107年 107年7月 我们又谢谢高教授的协助之下 那我们也做了计划 就是请客人会能够协助地方上 那在108年4月17号的时候 核定了一千九百零三万五千元 这个经费真的非常高兴 洪处长非常认真的 我们一起到客委会报告以后 有这个预算 预算益数 当然要谢谢目前109年度 由受风乡公所来发包执行 据客家事务处的简报说明 由于这一项工程在104年 时任寿风乡长张怀文争取客家委员会相关的预算 第一期六百万 第二期七百二十七万三千元 第三期两千一百一十五万元 在今年年底将继续争取第四期的客家廊道相关工程预算 希望让风里春更具客家庄的警官廊道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 第二期三百二十五万元